大家好 今天是2018年10月7号星期日 大家好 那我们都知道 在这个十一国庆期间 各地的访民就联合在一起 说要为祖国献礼 一起组织各种维权上访的活动 那我们的警方在国庆期间 也是联合出动 要镇压一切这种维权上访 上街闹事的这种行为 要把他们都扼杀在摇篮当中 那么很多的像P2P老兵 他们的上访最终的都没有成功 那么前方得来的消息 在10月7号今天 北京时间的今天 那么美国的时间 应该是昨天晚上 终于老兵们终于找到了一个突破口 在山东的平渡 展开了一次游行抗议活动 具体的时间是这样子 北京时间的10月7号上午8点左右 应该是我们昨天晚上8点左右 山东平路有200多老兵的集结 终于成功了 早上下8点 在农业技术市场的广场上 开始整队准备维权行动 然后当时打出的旗号 包括了什么四川 德阳 吉林 辽宁 辽宁营口 山东 连云港 河北 河南 安徽 然后到了8点40分钟之后 就是40分钟之后 8点40 有的就有六七百人了 到了六七百人 说福建 四川 山西的也都到了 到了上午10点左右 就开始举行了游行 老兵们在游行中高喊说 反对腐败 荣护习近平 中国特色 我们永远都是圣上是英明的 只不过下面的歪嘴的和尚们 把经念歪了 我们荣护习近平 反对腐败 好 然后警方迅速增援 据说增援的警力 有一万多人 蔓延一公里 一万人 我当时我就说 兵过一万 没边没厌 兵过十万 彻底连天 一万警力 并且开来了 就是说 架有高射枪的 就高速射击的 这种机关枪的装甲车 老兵们都见过市面 一看 这是警察 老兵说 这是打日本侵略军中的武器装备 现在正在对付 手务寸铁的老兵 老兵们就很气酸 然后到了北京时间的下午1点25分 我们的应该算是 今天7号凌晨的1点25分 平度警方开始进行了清场 用了辣椒水和警棍 有许多战友 头部都被打伤了 然后很多人 眼睛都睁不开了 用辣椒水喷上警棍抽 然后到了下午5点左右 现场的信号已经屏蔽了 老兵之间没有办法联系 现在网上的照片视频非常多 大家去搜一下 平度老兵在Google上搜 能够搜到打亮的照片和视频 但是这些照片和视频 都是北京时间 是上午8点到下午5点之前 这一段的照片和视频 这些还能传出来 现在信号全部屏蔽了 这个就是什么 就是美国的这种先进的设备 就是说什么 美国也是一旦认为一个城市 遭受了恐怖袭击之后 那么所有的手机信号 所有的无线电信号 全部 屏蔽掉 不让恐怖分子之间进行联络 这是其一 其二 有一些炸弹是那种无线遥控的 然后我们屏蔽信号之后 你没办法的远距离遥控炸弹 所以就是这样 这种是一种反恐的行为 中共也实施有这种行为 中共实际的行为 主要就是说 因为老兵们现在都拿着手机去 就是说把现场老兵奶打了 流血了 然后喷打胶水 装甲车 这些照片发出来 那屏蔽信号之后 你就发不出来了 一个发不出来 另外一个互相之间没有联络 因为各地老兵知道山东搞成了 就迅速往那儿飞奔 然后电话再联系 在哪儿到哪儿了 我们到哪儿了 那没有信号之后 互相也没啥联系 谁也不知道 谁那边是什么情况 五点之后的照片 也是屏蔽传不出来 当地的信号完全被屏蔽掉了 那么就是说 老兵们现在就是说 外围的一些老兵们 因为内部现在成什么样的 不知道内部 五点之后 屏蔽信号之后 说句难听点的 把他们都杀光了 我们现在也不知道 对吧 跟天安门广场一样 最后一熄灯 最后怎么着 我们反正也是不知道 现在情况不知道 不知道五点之后成什么样 外围的老兵就说 说反正现在平路 这个形势太严峻了 完全被警方控制住了 说明天打算转场到 青岛市的五四广场 青岛那边就疯了 你让我青岛 马上就要准备戒严了 我不知道老兵们 我觉得是不是 就是说声东及西 明修战道暗渡陈仓 他们可能说是五四广场 其实可能是其他地方 我觉得他们不应该说出来 他们这口号一喊出来 青岛那儿估计 所有的公共交通 全部戒严了 是吧 就不让你进去了 对吧 我觉得怎么说呢 老兵维权不是一次两次 一直以来都这样 中共一直给了承诺 说解决问题 解决问题 但最后看来 实际问题都没有解决 不过老兵们 现在还是很好的 还是入户习近平的 是吧 只是打腐败 但是不知道他们打的是 谁的腐败 是吧 我觉得就是中共 所谓打腐败 就是换腐败 反正目前就这么一个情况 我不太明白的 就是说为什么这些维权的人 不能够联合在一起 维权一定要分开 就是说他们可能还是怎么说 担心 担心就是说联合在一起的之后 会被无情的打压 他们 我觉得中国的维权人是这样的 P2P的总觉得 我们不要跟老兵站在一起 我们跟他们没什么关系 我们就要钱 你把钱给我 我们就回家 我们不是想造反 对吧 老兵跟他们也没关系 所以互相之间 中国人就有点什么 一盘散沙 还心不齐 你知道吗 所以就各斗够的 P2P他们搞 找P2P的老兵 他们搞老兵的 互相之间 就是说都觉得怎么说 P2P觉得老兵这事解决不了 跟他们一块搞 只能把我们的事 也能解决不了了 老兵认为 P2P这事解决不了 我们的事能解决 跟他们在一起的 反正把我们害了 但是我的一直的观点 就是说什么 我说你们所有的这些 不管是P2P的 还是以前的泛雅 那些 还有老兵 还有大卡车 还有家世工人 我觉得你们还是觉得 怎么说 要统一战线 是吧 老毛当年也是统一战线 不统一战线 不会有今年 老毛共产党 当年要像你们这样的 跟谁都不合群 自己胡搞 老毛现在也早 不知道哪去了 对不对 所以你们还是要向 中共学习 向中共学习 然后就是说 把大家组织在一起 形成了一股石 是吧 但到现在为止 就是说我们看不到 有任何的人 个人或组织 能够把这些事例 连接在一起 我总觉得 如果这些连接在一起了之后 能够闹出来一些 我觉得更丰富多彩的 一些活动 是吧 我们看吧 但我总觉得 就是说这种维权活动 在最近这些年 是越来越多 就是此起彼虎 按下葫芦 几个瓢 我相信到了某一个时间点 这些人最终会联合在一起的 但是可能会有一个 就像茉莉花革命 当时不也是一个 最后的一个契机 一个卖花的 一个小孩 被警察打死了吗 那么我们不知道 最终的 就是说把所有的这些汽油桶 这些火药 全部点燃的 最后那些稻草是什么 但是我们现在感觉就不太遥远了 是吧 人说攘外必先安内 中共现在问题就是说 你现在外面跟美国打仗 你自己内部又不安全 然后一帮小王狗们 小鲨鱼们又围上来 现在真的是抚面受敌 新疆那边闹得也是不肯开交 对吧 新疆我们尝试着联系了一个 在新疆的认识的一个朋友 是吧 那个朋友呢 我们询问就是说 关于这个新疆 这个再教育营的问题 然后朋友说 你想害死我 是吗 你是想害死我吗 不要在这跟我说这种问题 然后我们就 没好意思的在说什么 是吧 好吧 那么后面看吧 我相信后面会越来越热闹的 是吧 好戏在后面 这才刚刚那个开始 好 那么后面再有了新的情况的 再向大家播报 好 今天先讲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